距離高雄罷韓投票只剩下九天時間 那麼至於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他會出面來幫助韓國瑜 也讓外界相當關注 這種資深媒體人爆料了 說其實王金平很想要出面來幫忙 但是得不到韓國瑜的回應 但是也有傳聞指出了說 王金平應該是不會出面 主要就是因為現在罷韓投票在即 王金平他的態度也引發外界揣測 國民黨秘書長李乾隆 五月中旬南下與韓國瑜密會 也透露終於說到王金平出面挺韓 立抗罷韓 王院長他已經我跟他見面過三次 也非常感謝王院長這樣願意挺身而出來 為我們韓市長來說句句公道的話 王院長是有很好意的跟他講 就是說第一個希望他能夠在防疫方面多用心 然後在市政方面也要多努力 王金平放下昔日黨內總統初選與韓國瑜的心結 不只在生日宴中給予建言 也願意出面登高一呼助攻 結果卻是一頭熱 就我了解他們的一個接觸是說 王金平想要幫 可是問題是韓國瑜他一直都不跟他回應 說那你到底要怎麼幫 也有傳言指出親近人士在五月中旬探尋王金平是否出面 他只有簡單回應 已經退休應該不會 王院長的部分要問這個王院長他本人的意願 王金平子弟兵蕭翰俊並沒有把話說死 倒是支持者對於韓國瑜阻礙王金平的總統路 直到現在還無法釋懷 紛紛在臉書留言力勸王金平不要挺韓 那個可能就是他們個人的一些小意見吧 或者是1450特地這樣挑的吧 王金平是否出面挺韓外界揣測不斷 而他的態度絕對是左右支持者罷韓與否的關鍵 記者葉洪榮高雄報導 王金平 感谢观看